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10号 这是我第23次的投资理财分享 快过年了 昨天又有一对21岁的年轻大学生情侣上吊自杀 父母养你这么大 花钱让你去念大学 父母N都还没有报 你们就这样殉情 对得起父母吗 殉情之后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吗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每个人都要随意流转 知道自杀的罪有多重吗 去看一下父母N重南报经跟地藏经 那是要下地狱无法超生的 奉劝大家人生这么美好 千万千万不要自杀 昨天美股三大指数 包括道琼工业 那斯达克 SMP500 又同创历史新高 好几只基金也同时创下新高 同事的客户在去年底下了两只单笔的美股基金 因为金额不小 又刚好买在最高点 同事本来还在担心客户会不会就套在那里 我跟他说 这两只基金你可以放心 我对这两只很有信心 结果前天跟昨天 这两只基金的净值又连创新高 同事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觉得投资不管是买在高点或低点 不管获利或套牢都要平常心看待 股市本来就起起落落 买了再去担心也没有用 等真的状况发生后再来应变就好 现在美股市在高点 我不知道短期内会不会再往上涨 不过依照以往的经验 只要创新高后的股市波动都会越来越大 大家随时都要有心理准备 就算来一个大回答也是很正常的 不要太在意意识的涨跌 平常心看待就好